欢迎收听《老那样还俗》 作者 伊猛黄良 不讲 欢迎空 第658章 买个消停 啊 晴雨龙要哭了 建一座学校还是技术类学校 那可不是几十万能搞定的事情 不过一想到景延不去老爷子那告状 顿时松了口气 他若是拿到大众 他相信永乐大众的珍贵 他只会有功 没有过 但是如今空着爪子什么都没捞到 一旦被告到老爷子那去 估计就要被扫地出门 当一个混吃等死 领生活费的公子哥了 那样比杀了他还难受呢 所以 景宇龙虽然一百二十个不愿意 心疼的滴血 不过还是点头答应了 不过景宇龙还是想不通 又问道 大姐头 你至于吗 为了一个外人这么对我 景延冷笑道 我这是在救你 景宇龙两眼一番 根本就不领情 景延道 另外 方正住持是我最好的朋友 没有之一 也是我尊重的得到高僧 你得罪他就是得罪我 现在满意了吗 景宇龙看看了景延 再看看帅气的方正 恍然大悟 景延看着景宇龙那小眼神啊 立刻明白这家伙想歪了 又气又脑一跺脚 哼 我给你三秒钟 带着你的人 从我面前消失 以后这一纸四上的陈钟 要是丢了 我不管是谁偷的 我先扒了你的皮 景宇龙委屈的叫道 这不是我动手的 你也找我 三 景延是一仰头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咋的 现在还开始倒计时了呢 景宇龙知道这大姐头的脾气 二话不说 叫上阿和 来的时候那是情酒酒抢 跑的时候啥也不过呀 一溜烟的就跑了 等景宇龙跑分影了 景延这才拍拍手 看向了景宇龙道 要我送吗 景宇龙赶紧笑道 不用了 那个大姐头 我在山下等你啊 晚上一起吃个饭 看心情吧 景延微微一笑 然后吐出了一个数字 三 景宇龙顿时不淡定了 赶紧闪人跑路吧 至于林台 林天成 郑天桥等人 早就跟着景宇龙一起跑了 方正看着几个人的背影 默默的一人下了一道内狮子印 因果因果 既然今天闹事是因 那么惩罚就是果 天道不显 方正来管 当然 方正始终那都是一副淡然的模样 只不过心头在低血呀 因为景延让景龙给一纸丝 做捐学校的时候 他好想说给一纸丝也捐一笔吧 可惜方正终究竟还是要脸面 没有好意思开口 但是心里依然疼啊 他就纳了个闷了 景延咋就这么不上道呢 他却不知道 他在景延中高大的形象 是出臣的 是得到高僧 没有神通的奇人意识 做好事不留名 装播不露情的存在 景延本打随让景龙 给他一纸丝建几个大殿的 但是转念一想 方正如此能人窝居小庙 必然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 这种奇人应该喜欢顿事 而不是物质享受 否则凭借方正的本事 随便去哪一个大寺院 都有一席之地 所以景延一怕提前 会让方正觉得 他铜臭味太重而疏远的 二来呢 他也觉得跟方正说钱太俗了 所以干脆让景龙 就给一纸村捐款算了 反正方正和一纸村的关系很好 这样曲线总前 反正没了不少 景延还在心里 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傲娇了一把呢 他简直是太聪明了 等所有人都走了 景延来到了方正面前 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方正主持 对不起啊 我这些弟弟都是二世祖 嚣张惯了 总喜欢乱来 方正看着几个 本可能给他捐钱的 土财组都跑了 心头在低血 偏偏又不好表现出来 只能努力的保持微笑道 阿弥陀佛 施主无惜如此 贫僧还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心中补了一句 偏僧就是最小气的那个人 我那钱呢 方正主持 你不会因为他们而讨厌我吧 景延凑过来 一副我也怕怕的样子问道 景延一直知道 方正不是普通人 一身的神通通玄 和他这样的人接触 他的那些家族的地位 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因为景延的背景 他注定没有多少朋友 而能够无视 他的地位和他交往的 方正算是独一份 因此景延很珍惜 这份平淡的友谊 方正仰头望天 一副思考的样子 嗯 施主这么一说 贫僧还真得考虑考虑 这个问题了 景延心头一紧 眼神有点黯然 果然 他的身份一旦曝光 仅有的一份友谊 也要散了 结果就听方正说道 嗯 嗯 嗯 可是贫僧想来想去 都没有讨厌施主的理由 这可怎么办呢 等我发个微信 问问朋友圈 再现等 急呀 听方正说这话 景延一愣 最后猛然回过神来 这贼和人逗他玩呢 景延立刻给方正 一个大北尔道 方正主持 你这样会毁了 你在我心目中的 高僧形象的 方正跟着两眼一翻道 贫僧就是贫僧 哪算得上是得到高僧 你就当贫僧 是一个普通人好了 方正道也不是谦虚 他真的没有 把自己当高僧 在他看来呢 他就是一个 迟早要还俗的俗人 仅此而已 虽然方正这么说 但是景延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相反 景延觉得这么厉害的大师 都能放平心态 这修心肯定更厉害呀 当然了 景延也喜欢这样的方正 否则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才真的让人难受啊 将景延迎进了一日寺 坐在菩提树下 听着景延讲述最近的经历 身为记者的他呢 知道的东西非常多 尤其是背景强大 很多人都会把第一手资料交给他 因此景延手头的故事非常多 如此一来 一个没有知心的朋友听 好不容易逮着一个 还是有个耐心很好的和尚 自然是恨不得将心中全部的故事和吐槽都说了 一时间 菩提树下只剩下了景延唧唧喳喳的说话声 另一个则是天天对着 不是动物就是孩子的可怜和尚 好不容易有人跟他讲讲外面的五花八门的事情 那自然听得是津津有味儿了 看看美女喝着寒煮茶 生活不要太美好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下山的路上 怎么又爬呀 林太凄厉的声音在山路上响起 你上次就是这么爬下去的 你不是说你帅的吗 林天成愤怒的咆哮了 哎呀 好疼啊 谁能扶我起来 你们闭嘴吧 要不是你 我们能上山吗 至于这么爬下去吗 星宇龙也在咆哮 表弟 你们慢慢爬 表哥在山下等你们 星宇行是背着手 溜溜答答的 带着两个古董专家 下下下下下下山了 郑天乔则是无声的 跟在了后面 眼里都是泪水 心中愤怒的呼喊 我啥也没看呢 怎么也要爬呀 经历过这次的爬山经历后 林太再回头看一只山 顿时有一种膝盖疼 下意识颓然 心中是凉嗖嗖的感觉 一次是巧合 那么两次呢 他没有再去第三次的勇气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一定和那合成有关系 最起码也跟那寺院有关系 不仅仅是他 郑天乔 景宇龙等人 听说了林太的经历后 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 尤其是景宇龙 本就不是普通人 让人仔细调查 一直死后 越调查时越心惊 尤其是几个轰动的大新闻 一维杜江等 他当时只是觉得是一个电脑特技呢 魔术表演之类的补眼球的反应 在想到景延和方正说的话 以及他说的那句 我是在救你 现在回头看 这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而且他还打听到 景延时不时的会去一趟一纸山 他和方正的关系似乎非常好 听到这里 他彻底打消了 再找方正麻烦的念头 同时派人盯着一纸山上大钟 不许任何人再去乱来 景宇航和景宇龙不同 既然知道了景延和方正的关系不错 他回来第二天就又来了 只不过这一次 他是来烧香拜佛 顺带着再往功德香里塞了十万块钱 景延 塞了这么多 这寺院真的这么灵吗 第一次和景宇航来的秘书好奇地问道 灵 很灵 至于这十万块钱 能买个消停 景宇航苦笑了一声 下山去了 别人不清楚 但是景宇航却知道 景宇龙回去后可算是倒了个雪没了 在地上爬了三天都没起来 而且 景延虽然没去老爷子那儿告状 但是没事就去景宇龙那儿坐坐 鸡蛋里挑骨头 都快把那景宇龙给逼疯了 林天成家更惨 被景延家查上门 被景延家查上门 曝光了一件又一件的黑色交易 被各种行政机关是翻来覆去的查 再加上景宇龙家 再加上景家施压之下 林家 损失惨重 虽然不至于破产 但是林家再想回到过去那般滋润 已经不可能了 对此 林天成 林太 只能打碎了牙齿 和那血呀 他就吞了 人了 当然最惨的还是林太 被林天成差点打死 而且林天成下了死命令 任何人不准再去一纸山 因此景宇龙这次来送钱 真的是来买平安的 免得方正惦记的 不过景宇龙真的想多了 方正虽然有点小心眼 但是景宇龙上山后 的确没做什么 方正又怎么可能去找他的麻烦呢 不过 送到手的钱 方正肯定不会再送回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